來 回到反滲透法 我剛剛說了 這個 有明顯講了 我什麼都沒講 我立了一部法 生毒通冠 然後這個法什麼都沒說 任何人不得接受滲透來源之指示委託或資助 指示委託或資助 指示什麼 什麼叫委託 資助是 我請你吃飯算不算 我請你喝酒算不算 我這個送你一個麵包算不算 還是這個你到大陸 中國大陸來 然後這個友朋志遠方來 我送你一個茶壺 算不算資助 還是一定是錢 你想清楚嗎 沒有 所以這根本就是我剛剛說的 兩岸禁止交流法 定義非常模糊 這個葉宣律師也說了 這個法律這個問題在於 他沒有主管警官 任何單位都可以送 我在想那個護證事務所是不是可以 我不知道搞不好也可以 換言之沒有一個人說了算 或者有一個黨說了算 沒有一個人說了算 對 但有一個黨說了算 他說了就對 然後也有這個檢察官說 違反反滲透法的構成要件 定義不清 然後查辦的對象卻極為特定 就是不是我會讓我來處理 建議委會乾脆直接公告 哪些人哪些機構不可以碰 哪些哪些機構不可以跟大陸往來 其他都可以 就你 你公司 他公司 還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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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不行 其他人都可以 你乾脆直接把話講清楚好了 任何人不得接受 就我剛剛講的 這個滲透來源的指示委託或資助 大家也不清楚這些詞彙的地雷在哪裡 這是基層檢察官 這是基層檢察官的疑問 我講完以後 我相信很快會變成你的疑問 對 優正我先補充 因為我們是講說檢警調 其實這樣寫是不對的 要怎麼寫 應該要這樣寫 他是在上面 他是犯罪偵察主體 這兩個是平行的 你不能去叫他 他也不能去叫你 一定要透過這個 所以這個 主從的順序是要弄清楚 然後那個偵訊是 因為他是要全程錄音錄影 所以後來台北市花了很多錢 每一個分局的真心事都長得一樣 所以他不是什麼要行求 你為什麼 現在這個年代已經沒有人在行求 要行求也不會在 錄音錄影你行求 你不要打開判 這個每個真心事長得都一樣 那個很多觀眾朋友很焦慮 因為選舉快到了 然後剛剛這個原志廷那個 我很有感 就是很多朋友他都睡不著 很擔心民黨出奧部 民進黨出奧部 我們把他習以為常 我們要民黨出奧部還贏 贏到他心服口服 那些監票的部分 我相信習近平兄 你們國民黨這個一定會處理 永明姐這個都老經驗的 所以有他們自己候選人 還有黨部這邊 不管是中央黨部或地方黨部 縣市黨部 他們一定會派人去 然後有的是站在那邊說 我很像在監票對不對 另外還要安裝在旁邊看 這個大家都不要擔心 沒煩惱 雖然說民進黨 歷年來的奧部 都是國民黨吃虧 但是我相信不至於 雖然李金勇在當中選會主委 但是還不至於 這個黑函跟黑菜 有很多才行 對 所以說大家幫忙拉票 黑函跟黑菜是不一樣的 原志講的沒有錯 黑菜它是很快速的辦 但是佑正你剛剛提到 一些社違法的部分 其實他大部分是不法 不法是裁定叫不法 等於是我們刑案裡面叫無罪 意思就是無罪 沒事就對了 不擠述不罰這種概念 對 意思就是沒事的意思 所以雖然蔡政府用見招 可是我們最後一關 還有法官在把守的 黑函的部分原資講的也對 黑函的部分 大部分都 我跟各位解釋一下 他不是不辦 尤正你要了解檢察官的心情 說你今天案子告發 譬如說加分解告友台或什麼的 我是Hold在手上 其實等投票的是檢察官 他們在等說選完之後 你策告我 我策告你 然後我案子就解解 他連開庭他都審了 所以我在這邊 還是要請韓市長再想想 只剩下12天 你去告那些 包括你告吳子嘉分 一定都來不及 明天的元旦 然後很快就投票 一定都來不及 既然來不及 要不要學蔡英文 當然不要學蔡英文 要展現我們的高度 我認為韓國瑜是有可能當選的 如果韓國瑜當選總統 你還要告謝韓 不是告謝韓兵 你還要告友台的人嗎 講不過去 你就贏了 再跟他們告 這樣講得過 講不過 所以我認為韓國瑜 他有可能會當選 所以更要在這個時候 展現高度說 就像剛剛蘇教授那句話 我希望我是最後一個 被抹黑抹黃的人 然後一切到我為止 因為我可能會當選總統 所以我都不告你 可是他學蔡總統 這些人繼續弄 並沒有加力再弄 他就任總統還會再弄 對 這個你看 馬總統那8年是怎麼被弄的 所以這個一定都不稀奇 所以就是韓國瑜 因為你要當總統 你當然是要苦人 這個所不能苦 國民黨跑去釋線 我給他看這個 這個是之前台大的 法學院的院長這位 他說我們台大沒有交好馬英九 他那時候是準大法官 後來立法院同意 他現在已經是大法官了 然後這一位大法官 他還反對一國兩區 說我們只有台澎金 自己把大陸的這個 謝大法官 現在蔡總統掌握大法官是11個 馬總統那時候是11比4 你視線會過 我表演跳火圈 真的 火圈弄大一點 我在這邊弄火圈 我跟郭哥一起跳 紀平文我發不出來 怎麼可能會過 一定不會過 所以在這種節骨眼 我們要回到蔡總統 那時候講其實是中共代理人 有沒有 中共代理人 他說沒有一個人 需要為他的認同感到道歉 你講的跟你做的 完全顛倒 非常鼻哀 所以佑政府 我的結論是這樣子 大家不要擔心這個反滲透法 因為我認為 因為我們現場直播 我要把 我相信的告訴大家 我們的檢調 第一招是辦給你看 這個佑政已經學會了 所以我要叫他第二招 第二招叫做另案偵辦 包括蔡福明另外九個人 都沒有辦 第二招 你看實驗案不是第一波 起初吳仲倩他們嗎 後面就隨便亂辦了 補稅了什麼的 亂七八 第二招是另案偵辦 所以這個 我說很簡單 兩岸對抗選蔡英文 兩岸對話選韓國瑜 不難 東廠1450選蔡英文 恢復特徵組選韓國瑜 這很難的 我最後用祝祝節的話 給大家吃定心丸 很多人家講說 反正通保過了韓國瑜被抓起來 韓國瑜如果被抓起來 韓國瑜就當選了 所以他絕對不會動韓國瑜 後面還有12天投票 以我一點點的經驗 我認為這12天 不會有任何一件 跟反正通保有關的案子 為什麼 他只是立法給你看而已 他沒有真的要用 所以隨便弄一弄而已 祝祝節講得最好 讓藍委立院過半 修反滲透的惡法 可不可以直接廢 可以 當然可以 就廢了吧 那就廢了 也不用修實直接廢了 都可以 你講的我也同意 就把它廢掉 莫名其妙的 主黨兩岸交流這種 莫名其妙法律 很粗糙 把它廢掉 剛好而已 但是前提是什麼 立院要過半韓國瑜要當選 這個法才能夠把它廢掉 所以我剛剛講說 這個法對國民黨 對韓國瑜選情是有幫助的 謝謝蔡總統 明白 大家想一下 民進黨已經告訴我們說 好多共諜 抓到很多共諜 掌握很多共諜 台灣人當共諜 有反生鬥法嗎 沒有啊 你們不是抓到禿頭 剛好跟韓國瑜要禿頭 壓在地上 你沒有反生鬥法 你也抓得很開心 你不是對霍文科之前講過嗎 什麼部會裡面 總共有多少多少 什麼有共諜 什麼掌握多少 抓到沒有 一個都沒有 一個都沒有 沒有反生鬥法 你也抓到很多 你還抓得禿頭 長得跟韓國瑜一樣的 不是嗎 沒有反生鬥法 沒有國安武法 沒有中共代理人法 你一樣抓得很開心 你一樣守住你所謂的國家安全 不是嗎 那你現在弄這事要幹嘛 各位他弄這個就不是要對付共諜 就是要對付你 要對付共諜不需要反生鬥法 為什麼要反生鬥法 因為現有的法令只能對付共諜 那反生鬥法就是對付 不是共諜 但可能我覺得 看你不爽我就不然抓起來 就這樣 否則反生鬥法對啊抓共諜 用反生鬥法對啊應該 就沒有反生鬥法 共諜不是抓了一大堆嗎 不是嗎 所以要反生鬥法幹嘛 就不是針對共諜 就是你嘛 就是你小老百姓 我覺得你有你就有 剛剛惠恩哥講到 監 警 調 那調查局怎麼會叫警察說 去把他抓起來問 這不是很奇怪 這不是剛剛那個蘇教授講的嗎 調查 警察說丁管 調查局叫我來搬 這是什麼樣的官場邏輯 還是倫理 沒有倫理的是嗎 來 接下來要不要告訴你 國家機器 你好 但我好怕 這是今天中天新聞的獨家 來 兩個部分 第一個叫市刑大的公文 第二個叫做調查局內部信統 有沒有 檢 警 調 警 調 現在都在做一件事情 抓假消息 抓民進黨認可的假消息 有績效 有積分 能升官 搞不好有獎金 來 警政署內部的公文 流出來的公文 他告訴你說 偵辦匯選訊息跟假消息 比照重大刑案的方式管制 而且要積極辦理 偵辦匯選 就是抓到你給人家錢 這樣的投票給你 證據確鑿 那假消息呢 不用證據確鑿 我說你是你就是 蘇教授敢罵民進黨 你假消息 說蘇貞昌丟筆了 假消息 說陳菊那個是吳宗憲 懷疑假消息 抓起來 警政署居然告訴警察說 辦匯選跟辦假消息 都很棒 都可以有10分 有沒有 現金匯選10分 假消息10分 如果你是警察你要辦什麼 你要辦什麼 傻的當然是辦假消息 每天上網 滑臉說 滑臉說 好啊 我高中同學講這個抓起來 假消息10分 你要查匯選多難 目的還要跟奸 還要埋伏 還要查通聯紀錄 你家住哪 然後還要去看你的交友圈 你的兄弟姐妹爸爸媽媽 這太麻煩了 你是警察你要辦什麼 我當然辦假消息 坐在電腦前面就拿積分 有什麼不好 當然好 警察 事情大內部的公文 警政署內部的公文 再來看調查局 調查局更扯了 這它裡面可能是網頁 網頁裡面告訴內不同人 說國安局 這個假消息 這個內部回報系統 說這個審核的對象 你要去查的對象 包含爛的群組 臉書私密社團 尤其是支持某些特定人的 要給它處理 要去查 然後試射部門 就是說如果這一些網路上的消息 影響到了哪些部門 要處理 比方說總統府 行政院 內政部 農委會什麼的 只要這些消息涉及這幾個部門 一定要辦 這些群組裡面有一些消息涉及這些部門 立刻去查 立刻去查調查局內部的系統 叫調查局的人要這麼做 叫情治人員要這麼做 然後呢 你要叫你做話給你一點好處 跟這個一樣 辦會選才10分 假消息也10分 那大家就去查假消息就好了 來 調查局也一樣 調查局的情資給分 專報 專題研究 80到300分 最高300 單報很低 通會報一般情資 狀況情資很低 打假專案最高500分 專題研究最高300 打假專案最高500 專題研究多麻煩 那跟寫論文差不多 你是調查局的人 你要去做專題研究 做得很棒100分的話 只給你300分 網路上抓假消息 哪一個敢霧面蔡總統抓起來 給你500分 你要做哪一個 你是警察 你要查會選 還是查假消息 你是調查局的人 你要做專報 還是去查假消息 他就是這麼搞 厲害 但是又生我必須講 其實假消息這個東西 你叫員警怎麼去認定 所以這個他雖然辦了 我相信他一下子 可以弄了一大堆案子出來 可是到最後成案了有幾個 沒有幾個 可能千分之一 到最後就是浪費一大堆人力 但是目的要幹什麼 目的就要一般人怕 你所有對我總統府 對我行政員 對我民進黨不立的相信 全部都不跟我講 但是韓國瑜的沒關係 用力講 無所謂 你就講越多越好 其實老實講 如果真的要講假消息的話 現在警察局跟調查局 最應該去抓誰 抓蔡英文 他說12月11號 雲林那個花生農 我前衛匯到你們的戶頭 結果也會嗎 沒有 那他是不是放假消息 抓起來 他在證監會的時候 是不是當著全國民眾裡面說 我們這個反滲透法律 經過充分的討論 一個進負二讀的東西 你說充分討論 他說立法院會有時間跟空間 讓你們充分討論 有嗎 哪裡有 今天不是直接通過了嗎 那他是不是放假消息 這個人是不是要抓起來 他現在是總統不能抓 他現在人是不是要把他抓起來 那同樣的反滲透法也是一樣 反滲透法其實蔡英文第一個就適合 你知道 任何人不得受滲透來源之指示 委託或支柱 違反選霸法者 除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你看 反滲透法是誰要的 不是我們自己要的 反滲透法是美國要的 是美國指示他所有的盟國要去做這件事情 澳洲已經被逼得過 日本人在逼 我們也是受美國指示去逼的 所以我們已經受美國指示了 是 你是不是受滲透來源 又不委託 美國一樣是滲透來源 對 美國一樣是滲透來源 他剛才把滲透來源 那你在選權故意通過這個東西 是不是要違反選霸法 是不是企圖影響選舉結果 不是嗎 就是這樣子 這個邏輯沒錯 非常簡單 所以蔡英文總統先抓起來 就這麼簡單 你最先適用反滲透法 就這麼簡單 我跟你講反滲透法本來 你們如果真的要抓那幾個人 你就針對那幾個人去辦好了 其實他們已經點名了 有幾個已經列管了 比如說邱毅 比如說吳思淮 這也不是說列管 白狼 已經被你們列管了 因為你們點名就是說 這三類人就是 不是 你們都這樣點名了 你們為什麼 我們本來就有原有這些法律 你為什麼要這樣去弄 其實故意的 就是為了製造一個選舉結果 現在他這樣一弄 你知道 粉身都把他一弄 對廣大的台商來講 我們有200萬台商 你知道台商會怎麼樣 我不要回來投票 因為我現在回來 我幹嘛適早麻煩 而且你回來說 回來做個韓國瑜 在那邊有參加一些 跟中共官員的匯報 受指示回來投韓國瑜 抓起來官 沒有這種官 光是第一個就死了 他不是要坐飛機回來嗎 抱歉 你知道大陸 他常常 你要台商要坐飛機回來的時候 我又補貼你機票錢 完蛋了 受中國大陸資助 基礎影響選舉 回來投韓國瑜 是 你死定了 你一回來 你一回來剛好就被抓起來 所以這個法如果通過的話 大家自己就信心知道 不是如果通過他已經通過了 是啊 對 所以就已經通過了 所以大家都知道了 他目的很簡單 就是希望影響這次的選舉 拚一下 還是回來投 拚一下 不過 你問我 做生喉嚨 給你這個3萬塊薪水 然後每天罵月圓制3萬塊 我每天罵月圓制 我也不要做生喉嚨 一樣的道理 對吧 來 依人 我們中間獨家這個 市行大也好 調查局也好 這顯然是在 掌權者的有益掌控之下 給予比較高的積分 來誘導他們往這方面去做 重點是 他們如果藍綠通通一起拌也就算了 剛剛韓兵哥講了 他們顯然是一定是拌藍不拌綠 你黑韓的一定被查得很徹底 可是黑菜的他們可能輕輕放過 因為他們知道黑菜的就算拌 可能上面也壓下來了 不見得拌得上去 這樣造成一個國家機器的全面動起來 在最後這幾天 會不會影響什麼樣的韓產效果 剛剛惠文哥講得很好 社會維護法其實它很多是裁定不法的 可是為什麼很多裁定不法 還這麼大張旗鼓的 不斷去把一些很荒謬的案件 要移送要約談 你看有人去指控說 用特權買私菸就涉及到貪污 也被約談 最後裁定不法 有人去轉述高金素媒委員所 質疑的農委會的一些事情 只是轉貼而已 一樣也被移送 也被約談 然後我們青茂哥據說他的助理 因為也是轉貼了一個東西說 這個卡神跟蔡宇有關 還一度說要被拘提 貼布條怎麼辦 對 所以這些案子到最後 可能不了了之 也不會被裁定要罰 可是他就不斷這樣弄 可是即便如此 他除了製造寒蟬效果之外 大家不要忘了 2016到現在根據他們 根據社會法所裁罰的數字 2016年是24件 2017 31件 到去年增高到59件 今年2019年已經提高到123件 倍增 所以執政黨到底在想什麼 所以這個邏輯非常清楚 再來就是一個法的東西 反滲透法很糟糕是 剛剛寒冰哥說 這是不是美國人的意思 希望我們去立這個法 大家常引用的 美國的所謂的 外國代理人登記法 它指的是泛指外國 可能影響到他們 國內的一些利益的問題 可是我們是直接用反送的法 我們用的是敵對境外 境外敵對私利 跟所謂的滲透來源 按照民進黨邏輯 其實蔡總統自己的說法 就是指大陸 只有大陸 只有大陸 可是我問大家 美國跟其他這些 所謂的其他國家 有沒有可能滲透台灣或中華民國 當然 有沒有可能據他的國家的立法 政策改變 要獲得一些情資 你現在這個立法 限縮到直線大陸的情況是這樣 會不會太自我矮化 以及這個法的正當性在哪邊 我覺得這太多的矛盾的部分 都需要大家去檢視 CAMTS CAMTS CAMTS